但是现在大多数癌症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来的 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能没 但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公颈癌的事 目前是妇科肿瘤当中唯一一个明确诱因的癌症 其实挺不容易的 诱因就是HPV病毒的感染 这个话没毛病吧 就像主持人说的经济 HPV病毒现在是我们妇产科公颈肿瘤当中 最明确的一个因素了 HPV是原骨头领病毒的一个素性 它是一类很小的DNA病毒 主要感染的是皮肤和黏膜 引起一些良性的骨头领药或者有样的病变 在我们的体检报冠当中 经常会看到有HPV阳性这样的结果 就证明我们是感染了 它是我们公颈癌的最主要的因因 HPV病毒的检验结果成阳性 是不是意味着我就是公颈癌了 很多人以为我这阳性的家人朋友都非常惦记 真实是公颈癌了吗 可不可以这么画短套呢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据说健康是游中环境 环渊稻米营养精华的 金融与古威德稻米油 冠名播出 201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中国普通女性当中 高V型的HPV感染力为19% 也就是说平均每五位女性当中 就有一个是感染高V型的HPV 而有性行为的女性 一生当中感染HPV的机率高达85%到90% 30岁以下的育龄妇女 一过性HPV的感染率可以达到91% 游中能提 环渊源稻米营养精华 据说健康是由金融与古威德稻米油 冠名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